作为今年生时浩大的港产剧,深宫既不仅在内地创下了30亿的点击率,而收视率也是位居全年第二,其中太平公主与王真更是从戏中抖到戏外,双双成为事后大热门。 虽然男演员的抱点不算太多,但马俊伟为了这部剧也是费了不少心思。从来没有饰演过尖角的他首次改变戏路,而且连片球都不计较便结演了,可谓相当给TVB面子。 可是在昨日新鲜出炉的万千新徽颁奖励提名名单中,马俊伟却被踢除在外,无论最佳男主角还是最受欢迎男角色统统没有入围,反而马国民肖正男榜上有名,不经营来网友热议,纷纷为马俊伟打抱不平。 毕竟无论从范围还是继分来说,马俊伟男主角的人设无因质疑,电视剧播出后,他也是卖力宣传,更将一龙技艺教室为代表作,然而最终却临提名,难道真的如传闻所言,被TVB封杀。 据悉现实为自由声的马俊伟拍完《声攻击》后便接受了香港开电视的邀请,加盟友台制作及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统里继续走,如果给予马俊伟提名,就等于变相帮迪台宣传,身为竞争对手的TVB当然不会做出这种损迹利人的事情啦,所以只能无视马俊伟的一番心血付出。 其实这也并不是TVB第一次这么对待加盟友台的艺人,从擅自参与VI有TV剧集宣传而被临时换脚的陈国当道戏凤桂山,海报无影,同样临提名的陈桂山,TVB的小气是真的诸所周知,也因为有了心理准备,在面对记者访问时,马俊伟贪言,没关系,我都明白,最重要是观众喜欢《声攻击》就足够了, 随后又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长文表示,收到很多朋友关心,我真的没有不开心啦,朋友们请放心,《声攻击》是我非常喜欢的剧集,《三郎李龙击》是我非常喜爱的角色,剧集有了如此高收视点击帅又好口碑,足矣。 我感恩了,随后又借着这个机会宣传了一波自己的心综一同里继续走,看来入行26年的马俊伟终于变得成熟了。 曾几何时,当他备受乐意灵打压,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了内地剧剑员风云时,他可是公开到轰公司后此薄笔,更在记者要求于乐意灵和影时表示自己很忙。 不过这次回朝后,马俊伟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不仅在自己新开的电台节目中醒来乐意灵做首期嘉宾,而且还打谈两人的较有知情。 之后对通剧演员胡丁兴也是诸多照顾,不仅相当配合的与其大吵飞吻,还热情地邀请对方参与自编自刀的舞台剧。 难怪即使没有TVB的经济合约,马俊伟的工作也不间断。尽管这次回朝没有让马俊伟一尝试地置位,但是凭借这么多年的合作基础,相信今后还有不少合作的机会,大家也就尽心期待吧。 时光一世,岁月静好,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剧,有些情,仍留年轻时,却于心达默得更加是故。 上海滩便是各种悄畜,在很多剧离心中,它是华语电视剧中永恒的经典,亦是永远的恩兜。 一,黑礼貌,长风一,白围巾当许文将一妈裸默与绝眉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恍然知道了何为派,何为帅,何为酷,仿佛会说话的深邃眼眸,流露着的迷人笑容。 是就润发的许文将教会了我们什么是潇洒,什么是俊朗,什么是魅力,一回眸,一微笑,一举手,一投足,它是少女心中一己冲衣无限的瑕丝美人,它是少男心中竞相模仿的最佳对象,冯成成,照雅之花开最为灿烂的一季,于青葱年华留下的最成最美的风景,扎着两条麻花小扁,巧笑见习,美目盼习, 是新风雪与江湖中最微温暖的阴霸色彩,它灵动似水的眼眸,幻化春风般的笑容,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似水莲花不胜凉风般的娇羞,怦然心动的右膝指曲文将,还有台下的你我,即使偶尔也会人任性,耍耍脚脾气,倔强一下下,可这些不都是让我们对它弘奸梦赢的理由麻,周润发的曲文将与赵雅之的逢尘尘诗乃天和制作, 献杀旁人,浪奔浪流这首快日人口,传唱至今的经典主题区已成全了这十里洋场的繁华与璀璨,上海滩一个有关乱世,黑帮,勤求恶不二注解,再也找不到一部剧可以如此声炼的影响几代人,再也没有一部剧可以带给我们这般诸多回忆,微笑与泪水击飞,感动与怀念共也一炉, 二精之御孽子进城内,微一的高墙,干涸的扑紧,堆积成累累白骨,营绕着条条冤红,受困于死的四位红颜,或未权势,或未家族,或未报恩,或未复仇,甘愿戴上个毒的面具,卸下善良的真偶,上演着一长长触目惊心的后宫真偶,这后宫女子间的战场,没有弥漫的硝烟, 却更为残烈与悲壮,玉莹,赞若玫瑰,艳如桃里,她的眉似一摇张扬,她的美夺仍破瘦人心,总觉得疑的因素于她最为妥协,明知她的诱惑足以致命却又无从方拒,且引证如意,她的虚伪与角作,其实只是她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罢了,她最初的那奉争其实一直埋藏于心底,于后宫她是新命的,百花从中国片叶不沾身的玉莉, 双白羊为她酒肆而游未毁,她和她的爱在熊熊烈火中得以永生,恩倩,她本是这纷争的世外之人,她原是那出与你而不染的脸,偏偏天意弄人,奶奶惨死的真相摧毁了她人生最后一丝稀奇,报仇成了她今后日子里唯一要做的事情,于是她不做那位至蓝星,就仍于微的安姑姑,利落斩断与恐怖的道道行思,她要做这后宫力宴的真相, 抖斗之花花贵人,最后她终于看穿了这茫茫红尘,喜尽千华,在爱人的怀里静静的安然的睡去,傲成,她淡淡的忧伤,浅浅的哀愁,几分无奈,急需迷茫,让人稀之,怜之,她人前的浅笑盈盈,磨合淡定,人后的额眉轻醋,文雅忧郁,叫人疼之,痛之,她是人眼中最为虎命的女子, 聪慧如她始终证不破自己只是一颗悲人左右的棋子,明镜如她始终猜不透姐姐就是近斋咫尺的那蓝福亚,生情如她始终的不到自己所爱之人的半分垂青,然而,我却觉得她是距离那最幸福的人,还有什么比活着更幸福,天高海阔,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帆天地,如月,她的霸气与嚣张浑然天成,许是自小编入了宫的缘故, 历经人心显恶,常便是太炎凉,于是渐渐褪去柔弱的外壳,破茧成硬斑的女子,很绝,历绝,争就要争搁你死我活,都就要抖个致死方休,然而故事的最后,那一番不爱功强有之被前缘物,花开花落自由时,总爱东君主,要走庆幸在你心中有爱,要留之怪我心中仍然有恨,如今只好靠你,去尝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的心愿, 郑忠元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余生宫中的凄凉与感伤,三大时代港剧的床前音乐光,观众的心头朱沙志,一段有关股票的江湖,当性回肠,可歌可泣,剧中最让我勉勉不忘的不是方斩波如何从一个陌路小子风云即会成为叱咤舞台的大鹏, 不是方斩波与软眉,龙继闻前不断离还乱的三角恋情,而是那一个叫做钉鞋的男子,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活在自我世界里的人,怎样一个癫狂风魔的人, 我爱是做紧,却可还信誓旦旦的说着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与你我是那般的荒唐可笑,于他却是一本正经,最震撼的莫过于他半儿子一个个从天牌上推下去,于脑海中久久萦绕灰散不去,没想到一向嗡嗡而哑,血液风流的秋冠,竟也可以将这等人物演绎的入骨三封,微妙微笑。 遗憾的是对身为男主角的方斩波竟然有些模糊了,记忆犹新的是围绕着他的四个女子,他的两位红眼软眉鱼龙继王,他的妹妹方婷,他的母亲罗惠灵,软眉,周惠敏天生意赴我见有脸的美人胚,飘逸的长发,灵动的美目,楚楚的韵质,起初的软眉似乎并不是那么招人喜欢,太过吝啬太过节俭,可后来为了方斩波他甘愿亲近自己, 之所以积蓄极恶缓缓地对丁笑蟹说的方斩波是我老公,他要是有什么事,我不会放过你吗? 谁说这不是一个可信可配的女子,龙继王,对于郭本明的第一印象便是来自于这部剧,于这段脸情中他是后来者,可没有人忍心苛责他,因为他是如风一般的女子,敢做敢当,敢爱敢恨, 又记得我龙继王对天发誓,要是我爸爸恳求祭书,就方斩波,我就一辈子永远不再回香港回到他身边,否则天大雷劈,长穿不压,不得好死,我就孤独一辈子,最终他应验了行单影制的悲情结局,方婷,那实力力争的美是不带有一丝风情的,是学生般的清诚,方婷最让人纠结的便是他与笑线爱不得恨不得的恋不得的恋情, 感谢观看